读诵修持奉言经 可以令身心入佛之鉴 末法时期的种种乱象 倘若没有智慧 就分辨不出真假好坏 善恶没臭 许多学佛人修行一辈子 非常精进与虔诚 却无法成就 就其原因就是缺少智慧 而误入邪道 称呼立修 比较容易 就是用一个简单来说 比如我们大高雄 大高雄一生二生三十四五月 六六七年八月九月十专 所有的路都很清楚 说啊 人家跟你不公 我现在在所在 很近的速度 你就找到这个目的地 所以如果外地人 就问问 请问 七千路边 七千路边 五千路边再走 就是要经过很多 重障碍 但我就找到目的地 所以称呼立修 就说你如果 我就开门了 在修行 就说比较速度较近 像我们这儿走就会速度较近 速度较近 如果没门 就跟鞋子摸什么 摸什么 这对不对 对不对 会怀疑了 怀疑的时候 虚云老和尚对认颜金特别重视 他曾开示说 首赌一步认颜金 修行就有把握 就能消除邪缘 令其身心 怒佛之见 从此成就 不招其路 因此此识 送嫩严金非常重要 可让修行人 在菩提道上 克服魔怨流难 所修圆满成就 史方新闻 黄慧如 吴中瑞 高雄采访报导